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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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确更像是从朗读变成了喊卖 二 什么才是rap rap是一个黑人里语中的词语 相当于谈话 中文翻译过来就是说唱或者饶舌 说唱乐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黑人音乐根源中引勇的段落中 到了七十年代 说唱乐正是确立了自己的风格 其中最主要的功劳要归根于当时流行的disc舞厅中的DJ们 他们将黑人当时正在风行的funk节奏混入流行的disc节奏中 并且在唱片机上反复重复同一章的唱片的内容做自己的编曲 随着那些在现在广为人知和DJ们普遍应用的打碟法出现 说唱开始被街头黑人文化所流传 并且衍生出相当丰富的分支 而说唱的本源 嘻哈文化 则是一个涵盖打碟 说唱 涂鸦 街舞和八卦的一个文化的交集产物 三 怎样唱好rap 藏鸿飞说摇滚乐是对生活的不服 而流行音乐是面对生活服了 hiphop则是曲奇中苦中作乐 无论是嘻哈文化还是说唱 都诞生于最底层的生活 都用音乐传递对生活的思考和抗争 也就是说 跑开技术层面 说唱最重要的其实是保持真实和鲜活 不过 这一点也能解释 为什么方言说唱更有感觉 不过 任何一种音乐得到任何的前提是 你得真的是音乐 非常感谢 政府换成 guide 政府换成一次 您的一个